1976年的7月和9月 NASA的两台探测器 海盗1号和海盗2号 分别成功着陆火星 它们都带着同样一个生命科学实验模块 并且在先后两字重复了同样的实验之后 都发现火星生命可能存在的证据 但为什么NASA从来就不肯承认呢 1982年 使用了伴随器长达87.7年的布238 提供核能的 原本至少可以工作十几年的海盗1号 却由于例行维护中上传的一段错误代码 将天线转来背对地球 我们从此便再也无法与其建立联系了 这样的低级错误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自此火星就开始了畅达15年的成绩 而后续迎来的诸多网客 没有一个拥有海盗系列探测器 这种直接探测火星生命的实验模块 这该如何解释 最后最有可能带来真相的 欧洲火星生命探测器 原本计划在2016年就要发射了 却一路延迟直到今天还没有定书 而且欧空局一开始本来找的是NASA来合作 后者也答应了用自己的宇宙生5号来帮忙发射的 但是却在2012年突然变卦 宣布退出这个项目 逼得欧空局不得不找 在火星探测方面缺乏成功经验的俄罗斯 这种种操作的背后 似乎能够感觉到 NASA好像想要隐瞒一些什么 那隐瞒的是什么呢 是早就发现火星生命存在的事实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海盗系列探测器 在火星上究竟做了什么试验 而试验的结果又是如何指向生命存在的可能的 1965年的7月 水手4号探测器第一次成功飞略火星 拍下了历史上第一张火星特写 而就在那个时候 NASA便已经在策划 让机器人登陆火星表面去进行实地探测的任务了 NASA想要探测很多东西 从天气过程到土壤成分 从火星地质再到地震活动 几乎应有尽有 而其中最大胆的内容 无疑就是在这里寻找地外生命的线索了 随着项目越来越清晰 探测火星生命逐渐占到了任务清单中最重要的位置 于是承担该任务的海盗系列探测器 在它的生命科学实验模块的设计上就格外用力 除了两种必不可少的仪器 能够在被加热后的土壤样本所释放出来的微量气体中 检测出化学元素的气象色谱仪和质谱仪以外 科学家还增设了三项生物实验 恰恰是这三项实验中的仪像 在色谱仪和质谱仪都为能检测出什么有价值的元素之后 给了科学家足够的惊喜 这三项实验分别是气体交换实验 热解释放实验和标记物释放实验 它们全都基于如下的理念 所有的微生物都是会释放出某种东西 那就是它们因从食物中收集能量而生成的一种代谢物 或者说是副产物 讲人话就是它们认为微生物也是要拉屎的 如果火星上的确是有微生物存在 而且火星微生物还跟科学家想的一样 吃了东西会拉屎的话 就应该会在火星土壤的化学成分中留下一些异样 找到这样的异样不就能证明火星生物的存在了吗 你看 逻辑链是走得通的 所以第一架成功登陆火星的探测机上 带着的是人类精心熬制出来的肉汤 那是我们准备送给火星生物的见面礼 当海盗一号刚刚在黄金平原上站稳脚步之后 科学家就马上开始控制机器人挖土做实验了 第一个实验是气体交换实验 它将实验舱里面装进火星土壤样本 然后抽走其中的火星大气 用氦气来代替 接着将作为营养液的肉汤喷入这些土壤 再加入纯净水 在持续多日的实验过程中 要不断地对实验舱里面的空气样本进行检测 重点是寻找其中的氧气 氮气 氢气和甲烷 人们指望样本中的微生物在代谢了营养物质之后 就能够产生出可以检测得到的副产品了 但遗憾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科学家们得到了否定的结果 第一项实验宣告失败 但没关系还有第二项了 热解释放实验 它会在土壤样本中加入水 并提供人造光源和含有放射性碳14的复刻板火星大气 来形成这样一个微型的生态 经过数天的培养之后 再将实验舱里面的空气全部抽出 把剩余的土壤样本加热至646摄氏度 然后检测土壤因灼烧而产生的气体 看看其中是否还包含了碳14 这个实验的思路是 任何参加了微生物代谢的碳14 在空气被抽走时都会留在微生物的体内 而在这些微生物被灼烧之后 又会重新释放出来 但实验结果再次是负面的 完全没有碳14被检测到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了第三项实验 标记物释放实验上 它能够让此型的外星生物学有所收获吗 这个实验其实跟第一个气体交换实验比较类似 也是给火星土壤注入肉汤营养液 只不过这次在其中包含了放射性碳14 实验舱里面的空气依然得到持续的监测 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寻找到 哪怕一丝生物代谢的线索 结果在短时间之内 他们就测量到了带有放射性的二氧化碳出现了 土壤中的某些物质似乎对注入的营养物有了反应 这可能意味着有微生物正在消化那些带有放射性的肉汤了 相关指标继续攀升 科学家的情绪也开始乐观了起来 几天之后 实验舱里面又补充了一剂营养液 放射性二氧化碳标记物的示意图随之进一步上升 这个结果令所有人都印象深刻 而且也很容易倒向一种大家都很期待的可能 但是 此时的科学家们还是相当谨慎而清醒的 他们还在等待着最后一个实验步骤 那就是在一周之后通过加热对实验舱进行彻底的清洁 然后在清洁之后的土壤样本上重复这次实验 他们这样做是想要排除 因非生命原因产生出放射性二氧化碳的可能性 因为加热后的样本中肯定已经不包含任何生命了 如果同样的实验没有放射性二氧化碳产生 就说明之前的二氧化碳肯定是跟生命活动有关了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吧 结果正如预期 这次没有代谢的气体产生 于是乎结论就真的倒向了 任何可以消化肉汤的东西都在加热处理时被杀死了 换句话说就是活性的土壤里面是有微生物的 这样该项实验的熟悉科学家吉尔伯特·莱文兴奋不已 在他看来活性生命已经被找到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负责热解释放试验的科学家诺尔曼·霍洛维茨坚决反对 他认为这不过是火星土壤当中的氧化物跟营养液当中的水 发生了化学反应造成的 尽管两个月后到达的海盗二号 也用同样的试验得出了同样的毒素 也未能改变霍洛维茨的反对观点 从此莱文和霍洛维茨站到了极其坚决的对立面上 一个坚持说火星上已经找到了生命 另一个坚持说这不是什么生命 而其他科学家包括NASA的态度 也在其中摇摆从来也不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我不知道你会支持哪方 但至少我会怀疑 营养液当中的水和火星土壤当中的氧化物 会发生化学反应 很容易就能够被科学家预见到的 但如果他们偏偏选了一样 很容易就生成的物质来作为标记物的话 岂不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了一个很愚蠢的试验吗? 我真的不认为NASA的科学家和主管们都是这样蠢的 所以理性让我更愿意相信莱文是对的 他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主张 并努力争取将一项新的生命科学试验 纳入到之后的火星登陆探测任务当中去 只不过呢 打那之后啊 NASA就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了他们认为更优先的项目上了 这个事呢 其实还挺蹊跷的 寻找地外生病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优先级最高的吗? 而且啊更让人容易产生联想的是 1982年就在海盗一号仅仅在火星表面工作了五年之后呢 一行错误代码从喷气推进实验室被发送了上去 导致海盗一号将天线转离地球的方向 从此再也联系不上了 而此时的他呢 正处在工作的巅峰时期 这样的结果不仅让人苦闷 也让人心生疑惑 怎么又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直到今天啊 海盗一号仍然待在火星的表面 天线对准一片红色的沙子 仿佛还在等待着最终的指令 而真相呢 也依然还在等待着解开 当然 也许我们再冷静地想想啊 NASA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要冷处理呢 主要还是觉得自己一开始有点太冒紧 其实关于海盗系列上面的一些内容和排序 在一开始就是有很多争论的 主要的矛盾点在 到底是先集中力量去研究火星的地质 以寻找水源呢? 还是直接跨过这一步 去寻找火星土壤当中的微生物痕迹呢? 基于当时的合理判断 任务组决定选择后者 但是在如今看来 这个决定更像是一个不太科学的 赌博 而且到底是赌赢了还是赌输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 非此即彼的清晰答案 意识到这点的NASA 宁愿选择保持沉默 并且在后来的火星任务设计当中呢 保持了极其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针对火星生命的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说啊 NASA这样好像有点技巧的表现呢 是成熟了之后 不愿意让人再看到自己 还有年少轻狂 那一面刻意地掩盖 好了 你是怎么想的呢? 不妨留言来讨论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